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玩的 说伊朗的主教练奎罗斯跟C罗一度是一师一父 2010年在世界被失利的时候 C罗竟然把怒气撒到了奎罗斯的身上 两个人可以说就此反目了 为什么人性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不太经得住考验呢 他这个 这两个人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人我先跟你讲 这两个人的这个往来 我前面我记得有一期 我说过在曼联的时候 西罗在曼联的时候 当时跟队里的高中风范迷 荷兰人两人吵起来了 范迷就埋怨西罗了 你不传球 你听的什么玩意 说的很不客气 意思是你回去找你爸去吧 就是意思你很幼稚这球 但这话呢 沿着无心听着有意 这是2005年的事 那时候正感染西罗他爸爸去世 他爸爸是原来到安哥拉打仗的 这个葡萄牙的士兵 后来回来之后呢 仗也打败了 在社会也被边缘化 一直酗酒 我05年的时候 可能死的就早一点 当时西罗就急了 他说你还能这么骂我父亲 然后这个就说我爸爸刚去世 你收回你这句话 结果范迷说了一句 奎罗斯不你爹吗 我就说这个侧面你就能看出 当时奎罗斯跟西罗是什么关系 奎罗斯那是在曼联直教 说对西罗各方面是非常召唤的 但是我们这么讲 说10年那个南非事也被两人反目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奎罗斯当时认为你是不是提的有问题 我说说你 西罗不接受 我告诉大家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一点比我们普通人带来的教训很大 不用说这个奎罗斯和西罗 我身上 我说我 我身上就有类似的教训 什么 我原来带了一群徒弟做杂志 这是跟大家掏心窝子 说点我亲身体会 这些人比我小几岁 我是拿他们那是既当兄弟又当徒弟 做杂志我手把手交 怎么策划 怎么写文章 杂志怎么设计 怎么具备市场化思路 所以在90年代我带了一群这样的人 我心里头就想当然的认为 你看我给了你手艺 给了你能的 那真是打也打得 骂也骂得 你不知道哪个工作缓解 他没做好 我劈头开脸 干什么的 你这是什么的 你干什么给我看 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们负责任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 这些人很多人背后对我有很大的怨气 什么怨气 觉得我一指气使 说你老梁儿什么牛的 你要不强点怎么着呢 你凭什么不尊重我 我当时对于他们背后议论 甚至做出一些由从我利益的事 哎呦我还挺伤心 你说我都拿了当徒弟呢 我对他们真不错 后来我过了三十岁以后 想这事我想明白 人呢都有尊严 你不能因为你对人有恩 就剥夺人家尊严 这是我做的不对的 再第二个 人呢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他成长到这份上 你就不能拿他再当孩子 就像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你在他面前说什么都行 打也打骂也骂 但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你都成高中生大学生 你就不能再像小孩的事对他非打即骂 那是不对的这个 就他有尊严 他有他的想法 而且你要想 人家这个时候的想法未必就不如你 人家也是成年了 而我当时呢 没有考虑到这问题 但是后来我理解这个之后呢 我和这些人关系很好 他们有事来北京求我 我一样给办 他们有那还挺后悔 说当年你看 老梁我那时候那么背后说你不对 我说我也有错 大家可以想象这场面 你别管虚伪不虚伪 反正挺和谐是吧 对 人你最终是要走向和谐的 这我说的意思就是 奎罗斯原来西罗小的时候 你在我面前就跟我儿子似的 我怎么说你都是我为你好 可是人家一天天大了 到10年时候西罗已经成名了 巨星了 人家已经是巨星了 所以你这时候 你在在葡萄牙队里 你说西罗这么大的 问题是你把他披头盖脸说一顿 西罗这时候名气已经大了 在人前你不考虑他感受 他怎么在他的兄弟面前服务呢 所以他肯定对 羞辱他面子这种事 他会耿耿于怀 那么他维持他面子怎么办 只能我拒绝接受你的 可能他心里头 说你像我爹一样 你说我听 但你当这么个人不给我面子 我为了我的面子 我就得跟你干 可能西罗没有这意思 一定要跟他撕破脸 你逼得也这样 所以人呢 你得看不同阶段 你永远不要以为你对谁有恩 你就一辈子应该对他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还那样 就是我以前节目里多次说 大恩如大仇 你过去恩多大 这时候仇就多大 所以中国古人有些人很有智慧吗 我对你有好处 我躲你 我不见你 人家都庇护 我躲恩 我反而不见你 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咱俩底下一对一见面 你对我还是感恩戴德的 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一出现 你就觉得欠我一百六千 你想你要是个牛人 你愿意吗 你也不愿意 所以我说西罗跟奎洛斯 这关系是典型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古今中外 概目能外 永远都一样 所以我希望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带过哪个小兄弟 现在人家成长起来 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那不好 你别说那个 我们常说说是 狗富贵无相望 因为这个燕雀燕之鸿鸿之鸿 前一段时间被北大给炒得飞飞扬 我们读课本说就是 陈舍少时长庸耕与笼上 我说错庚之笼上 方说狗富贵无相望 若为庸耕何富贵 陈舍说燕雀燕之鸿鸿之鸿 这段说明什么 说将来狗富贵无相望 说如果我们要有了钱 大家不要 你忘了我忘了你 为什么呢 咱都是穷光蛋 你说谁能得好 那万一有一个得好的呢 这命中率就提升了 把大伙提吧提吧 你以为这是真的吗 这话是假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事 就不是 你最后你真富贵了 你也一定会忘了这些人 为什么 地位不对等 有时候根本没法对接 或者是什么 你自己有能力富贵 但是你没能力帮他们富贵 所以咱们有的朋友 可能有钱了以后 兄弟来找你的 你发现 你也不能给他多少钱 你给了他 你就没有了 这怎么办 他有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 你类似于比方说高球 咱们看过水浒传 酒吧版水浒传 高球 跟上了端王赵吉 平步青天之后 他再跟原来那些地痞无赖的朋友 我就没法往来了 因为再往来 他跟他现在的位置不符了 他只能跟过去一刀两断 来追求新的生活 所以这时候呢 你过去要跟他在一块的人 最好的方式是理解他 你们已经不是一道人了 就互相不要打扰 你要死别的 贴上去想占点便宜 那是你无耻 那人家真要是 对你爱大不理的正常 那要真下手动你点啥 那你得不偿失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啊 不论是足球场还是人生 不论是职场还是家庭 不论是哥们 还是后来见面那些朋友同事 道理都是共同的 你把这个人情吃透了 你在社会才能无耳不利 这就我们为什么说 情商很重要 就在这 你要觉得这方面有所欠决 可以到青春MVM 去看老梁斯大明珠情商课 或者到智乎屋上看老梁说的 闪展腾脱 进退有度的人生智慧 我解析曾王先生 zosta llakan吧 因为她都已经是这么大了 我去看老梁斯大明珠情商 然后我看老梁斯大明珠情商 我去看老梁斯大明珠情商 诚意外 我看老梁斯大明珠情商